这个《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书 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艾德加斯诺 他写的一部很有创作性的一个革命的记录 我首先问一下 这里在座的同学 以前看过或读过这部书的 英文版也可以 中文版也可以 读过这部书的有多少 能不能记住 只有一两个人 那在座还有几个人 那就可以认为是 大部分的同学是从来没有读过这部名作 这个问题我在日本国内 也在我的教室里向学生问过 日本学生究竟有没有读过这部书的 这个反应是和这里差不多一样 是几乎没有读过这部书的 但是这部书的这个历史作用是非常非常值得 过去像这个迷一半的这个中共的活动 或者毛泽东这个灵秀 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们开展的哪些活动 所谓根据地书区的老百姓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是很多人都当时不知道 中共的这个存在 在外界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 第一个 创进这个当时上北的书区 做实地采访的就是埃德加斯诺 是美国的新闻记者 他有了这一部书是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一个代表 世界代表性的一个新闻记者 这本书 左边这个红色的那个封面的是在1937年 英国出版的第一版 黑色的是在第二年 1938年在美国出版的美国版 都是英文版 右边的是1938年 就是英文版出版以后几个月 就出版了中文版 中文版在1938年 二月份吧 在上海出版 读过这部书 感激 感动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里边描写的是 死去的老百姓的 很活泼的生活的样子 毛泽东自己也对斯诺讲述过自己的前半生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资料看的话 也有很大的一个价值 到现在为止 比如说毛泽东在给斯诺讲述自己的前半生以后 不再讲述像这样详细的讲述自己的前半生 所以作为历史材料 历史资料的话 也是属于第一流的 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也可以这么说 比如这部书 这个改变了很多人的这个人生 比如三八年 读这个西西漫基以后 感觉发生了很多变化 参加中国革命的也很多 在日本国内 特别是日本账户 读这部书对中国感兴趣的 或者支持中国革命 支持毛泽东的日本青年也非常非常之多 我过去其实也是这样的学生之一 像大家一样 大概是大学二年纪的时候 第一次读到了这部书 因为那时候是八十年代初 北话大革命已经结束 毛泽东也不在 所以那时候的我 对这部书没有过去的学生一样的感激 但是读了这部书 还是觉得不少震动 过去 毛泽东究竟是这么一个人 中国革命是这么一回事 心里还是觉得很感激的 当然我后来没有参加什么革命的活动 现在留在大学念硕士博士 现在是大学老师的了 但是对中国革命 毛泽东这个人的这个兴趣 还现在还留着 还保持着 是因为我现在研究这个中共党史的一个 一个源源就在这部书里边 那这部书原来的名字是《红星照耀中国》 但是在中国出版中文版的时候 把题目改为西行漫迹 这个原因有大概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吧 因为《红星照耀中国》这部这样的一个 有刺激性的这个书名呢 对当时的这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是不容易允许出版 所以中文版的这个书名改为西行漫迹 这样比较模糊点的这个题目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勉强出版 那就下面就看一下 很著名的毛泽东的两幅肖像 这两幅肖像都是毛泽东 接受这个斯诺采访的时候 斯诺拍摄的照片 特别是右面的这个 头戴着八角帽的照片 是现在非常非常的普及 人们一想起这个上北时期的毛主席 就想到的就是 右面的戴八角帽的这个相片 左边的这个相片也是斯诺拍摄的 但是跟右边的这个相片相比的话呢 没有右边的那么普及 但是两张都是斯诺在1936年 36年夏天到秋天去上北采访的时候 他自己拍摄的照片 这个比较两张照片 不知道大家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 左边的这个照片是 往好里说是很朴实 但是往坏里说是有点突气 不像这个革命中的那个领袖 好像是一个山下人 相比之下 右边的是戴八角帽的这个毛主席 是可以说服装也整齐一点 金汉点 很帅气 也可以说是很像这个革命运动的领袖 这样的一个模式 给人的这个印象也可能是 右边的是比较好一点 左边的是比较差一点 但是呢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 斯诺这个人 在出版自己的音源著作的时候 使用的都是 左边的那个比较普世一点的这个毛主席 毛泽东 这个斯诺的这个红星照耀 中国这部书 第一次出版是1937年 第二年在美国出版了 美国版 内容几乎是一样 后来在1968年 斯诺出版了修订本 现在可以说 这个斯诺的主要这个版本 有这三个版本 这三个版本使用的 都是左边的这个比较普世一点的毛泽东 右边的这个 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毛泽东像呢 在斯诺自己的著作里 一次也没使用过 可能是 这个事情呢 可能在座的这个老师们也可能不大熟悉的 那我们为什么右边的那个毛泽东 肖像 看过多次 那么普及的呢 两张都是斯诺拍摄的 但是斯诺从来没有使用过自己的制作作 没有使用过右边的这个八角帽的那个毛泽东 那是因为斯诺在发表自己的音源制作之前 曾经在不同的看文上 音源看文上 发表了自己的这个采访录 也发表了不少这个 他采访的这个照片 比如说右边的这个毛泽东呢 第一次发表是在美国的一个画报 生活画报 英语名字叫Live 这个Live是美国有代表性的画报 当时川刊不久 就刊登了这个斯诺 交给他们的这个照 上边来的这个照片 这个右边的戴八角帽的照片呢 因为是拍摄的比较好一点 这个Live杂志第一次刊登以后 很多其他的刊登 都转载了这个毛泽东的照片 在中国也 其他国家也都传播开来 所以我们很非常非常的熟悉 右边的这个照片 那么这里有一个 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斯诺为什么在自己的制作中 选择了左边的 比较拍的比较差一点的照片 为什么没有用右边的 拍摄的比较好一点的 这个毛泽东的英姿 有几个原因可以研究 第一个是版权的问题 大家可能知道 西方的媒体对版权 或者使用权 照片的使用权 比较严格一点 右边的照片呢 因为斯诺是第一次是 卖给Live画报社 把使用权和版权 都卖给了这个画报 所以以后 他不再有自己的使用权 自己的著作里 没有权使用右边的这个照片 所以斯诺呢 只好把自己的这个著作里 把左边的这个照片 一直使用到1968年 这是一种解释 因为是版权 已经卖给了这个 其他的报社 斯诺自己只好 用其他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 这是一个解释 那另一个解释也可以成立 那是左边的这个毛泽东的 比较朴实的这个 性向 印象 正符合斯诺的审美观 和他的这个价值观 这个斯诺 他对毛泽东 采访 听起毛泽东的前半生的 自述的时候 斯诺也讲述过这样的一个 比较有奇特有意思的这个情景 毛泽东呢 一边躺自己的前半生 突然 揭开自己的腰带裤 裤腰带 把里边的狮子 抓起来 抓狮子 一边抓狮子 一边躺自己的这个前半生 这个事情呢 给斯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他自己这个 这个红星教育 中国这部书里 也自 这个斯诺也讲述了 这个毛泽东这样 一边抓狮子 一边 揭开裤腰带的 这种情形 所以也可以说 斯诺是非常喜欢 毛泽东的这样 比较朴实的 这个不摆架子的那种 自然的姿态 所以 左边的这个 比较朴实点的 这个毛泽东的相片 正符合斯诺的 那个毛泽东的这个印象 和斯诺的这个深眉观 价值观 所以一直使用着 这个左边的朴实点的毛泽东 这也是一个 一个解释 哪一个解释对呢 我意识是 是没有好的这个答案 也只能说 这两种可能性 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版权 一个是 左边的是 符合斯诺的这个深眉观 毛泽东究竟是 怎么一个人 是在斯诺 发表这两张照片以后 世界才知道 外界才知道 中国共产党的 李宿是这么一个人 那这个斯诺的照片 发表以前 那究竟外界对中国共产党 或者共产党领袖 有什么样的印象 或者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谜 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 这个所谓毛泽东 有关毛泽东的信息 是斯诺的这部书提供的 比如他的前半生也好 或者他讲述的 中国革命的情况也好 都是听取 这个毛泽东的 这个前半生的字数以后 很多人都知道 是中国革命 毛泽东是这么一个人 那斯诺的这个采访活动 1936年的采访活动以前 那外界对毛泽东 有什么样的印象 或者信息呢 那就我们就看一下 当时共产国际的 个人档案的毛泽东 这是现在保存在 莫斯科的那个 俄罗斯国家社会 政治历史档案馆的 毛泽东的最早的个人档案 因为这个毛泽东 是在49年 1949年前 一次也没有到过国外 当然是莫斯科也没去过 但是中共的中央领袖当中 他是唯一 49年前 到过莫斯科的人 这个档案呢 个人档案是在1935年 填写的 当然那时候 毛泽东还在国内 是这个档案 经历也是别人 替毛泽东填写的东西 把重要的部分 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是 上面他的性命 当然是 是毛泽东 是俄文是这么写 那下面是他的 职务 现在的工作 写的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 这个说法 这个写法是对的 当时毛泽东 1935年的时候 是在中共的这个中央的政治局委员 附带的说一下 这个下面有这个文件的这个填写的日期 写着1935年11月27号 1935年11月27号 这是共产国际留下的毛泽东的最早的经历表 1935年11月的话呢 毛泽东和他的中央 中共的中央一起 把长章进行到上北 刚结束的时候 刚到上北的时候 当然那时候 穆斯科没有直接 可能这个 记录过这个毛泽东的经历的人 所以可能是这个 右下面是有一个 这个文件的这个填写 文件的人的名字 应该是俄国人 应该是俄国人 这意思是看不清是 他是什么名字 那应该是这个俄国人是听取 当时在穆斯科的中共的其他的领导人的话 来填写了这个毛泽东的档案 这个档案里边有趣的是下面的他的声音 毛泽东是生年 这个档案里没有写 是留下空白 这说明当时摩斯科的领导人 或者共产国际这个子职 对毛泽东是哪一年生的 现在多大岁数 没有信息 说实话 毛泽东是哪一年生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他是193年生的 这个信息也是 斯诺听取以后 发表文 这个毛泽东的诸书以后 才明白了一个事情 之前呢 毛泽东是哪一年生 一直没有什么信息 这个联共产国际 是当时知道共产党的一个国际组织的那个总部 也不大知道 毛泽东是哪一年生 多大岁数 那下面是他的出生地 直写中国 我们当然知道 毛泽东是湖南少商的农民出生的人 过去 1937年那时候 共产国际方面 对这些毛泽东的详细的出生地 没有材料 那他的阶级出生是什么呢 写的是小地主 毛泽东 他自己的家庭情况 详细的讲述也是对斯诺给讲的是第一次 他自己说 我家里父亲是原来是中农 后来就富农 有这样的讲述 那反映这个 不知道是这个小地主这个说法是哪里来 但是共产国际当时已经把握着毛泽东是小子 小小地主出生的一个革命家 但是这个是这个信息 也不能说是错误的 大致上是符合当时毛泽东的实际上的出生阶级 那下面是他的入党年龄 他是写着这个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这是反映真实情况的 毛泽东是在1921年参加了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的人 所以说他是1921年入党是没错的 那下面还写着他的教育程度 写的是高等师范 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毕业生 原来是受到了高等师范的教育 那下面是他的父母 父母当然也是小地主 因为他自己是小地主家庭出生 那父母也是小地主 下面说写的部分是他的主要的经历 写的大致上是这样一个内容 他是中共一大以来的中央委员 也担任过广东农营讲习所的所长 上面的一大以来的中央委员 这个说法是稍微不对 比如说中国一大的时候 他毛泽东不是中央委员 后来也不是一直都做着中央委员的 所以这个信息是不正确的 但是后面的担任过广东的农与讲习所所长 这是真的是符合正式情况的一个信息 关于毛泽东的这个经历 写的就是这么点 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比如其他访问过莫斯科的中共领袖的这个个人档案 写的比这里丰富的多 比其他的人比如说是王民也好 主导也好 中文来 刘少奇的 都比这个详细的多 相比之下 毛泽东的这个信息 连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就是1935年 就是四楼访问三北根基地以前的莫斯科的情况 那么下面我们接着看 日本外交当局对中共或者毛泽东有哪些信息 哪些形象 一篇1937年日本的外务省情报部发表的文章 谈之纳共产军 这个外部省就是现在的这个外交部 外交部下面有一个情报部 这样一个收集国外信息的一个部门 以这个部门的名义发表的是谈之纳共产军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红军的情况的这个一篇文章 是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呢 是在日本的一个叫周报的一个杂志 这个周报是日本的内阁印刷局 就是日本政府直接发行的一个刊物 是公开发行的刊物 发表的是1937年8月份 就是抗日战争 中日战争的《如国小事变》 刚爆发的刚爆发不久的时候 发表的分析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这个文章 里面写 因为是把实际上 看清的是37年8月份 那实际上直笔的时候 这个战争还没有爆发 主要展示着这个红军 和这个国民党和这个中国共产党 谈判之下 要不要说变 在这个时候写的文章 所以内容呢 是反映出来的是 长章结束以后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 中国红军的情况 这个文章呢 是当时日本外交当局也以为 日本才是理解中国最深入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里反映出来的情况呢 是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的 这个情报工作的一个 最好的部分 也可以这么说 这个文章呢 顺便也介绍了几个中国革命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这个相片 这个因为是字太小 要过代小 就这两个人 这究竟是谁 就是 请大家猜一猜 左边 这个头戴礼帽 留胡子 长得很胖的 这个人 是这里 写着中华苏维埃 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是哪 哪 是谁 应该是 对 是毛泽东 诶 你们看 你们看 这毛泽东吗 这是当时日本这个外交部的一个 情报局公布的材料说 左边的这个人是毛泽东 这个人 长得很胖 与其说是革命家 不如说是资本家 或者 经理 这个公司经理 给我们留下的是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右面的那个 是 可能 大家可能会猜 是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有这样的一个 他的名 当然是 朱德 这个人是朱德 当时日本外交部的 这个演幕当中 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领袖 是 是这样一个印象 那个朱德 刚才毛泽东好像是个公司经理资本家 那么右边的朱德 给我们的印象 好像是像法兰根斯党的怪物 这样的一个印象 这个面目很猙獰 总之这个不够怎么样 这个两幅都不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毛泽东和朱德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 令人不可思议的这个照片出来呢 我们下面就要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个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绩效当时的日本的外交局 外交部当局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是毛泽东是怎么样一个人 但是呢 1937年8月7月 看日战争爆发的时候 很多人都对毛泽东 朱德没有什么信息 他们长得怎么样 谁都不知道 所以当时日本的这个政府提供了这些信息 很多人可能都信了 应该是这样看 不能不能简单的把现在的高度来 来击笑过去的认识 那么这个这样的情况是1937年 看日战争爆发的时候的日本当局的这个情况 那下面那就我们看一下 30年代毛泽东的这个形象 特别是他的相片在世界上有哪种 有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首先要介绍的是 左边是在法国发行的宣传中国革命的小册子 书名叫《近日日革命中国》 在法国在1934年发行的一个小册子 左边是他的这个封面 右下边呢 写着这个编者的名字 是下面是王明 下面写的是王明 下面是康星 就是康生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 以整人太著名的康生 和这个共产国籍工作过的王明 两个人可能在莫斯科编辑 然后拿到法国实际出版的是 左边的这个小册子 这个小册子那个《近日日革命中国》当中 有一幅毛泽东的相片 就是中间的那个毛泽东的相片 这个毛泽东 据我看是很像毛泽东 那右边的是在同一年 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 也是介绍中国斯维埃革命运动的一个小册子 我估计是编辑实际上是一样 一个还是这个王明和康生 这笔点 右边的相片呢 跟中间的相片比较的话呢 可以知道是 几乎是一样的 几乎是一样的 稍微做点加工而已 那么中间的这个毛泽东的相片 是哪里来的 我们要看这个他的这个信息的来源 这个照片是从这个集体照片来的 这个左边的这个照片是 在1927年3月份在武汉拍的照片 是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的委员的 这个合影 1927年那时候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 所谓的这个国共合作时期 他们在武汉共同成立的这个武汉革命政府 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 所以参加了这个委员的会议 因为这个照片太小 毛泽东在什么地方 前面坐着国民党的要人 比如说宋清林 宋科这些人 还在还坐在前面 毛泽东就在这里 因为图太小就要扩大一下 不知道大家看得见看不见 这是当时27年的毛泽东 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相片 跟中间的照片相比较的话 就发现中间的这个法国出版的 那个毛泽东的相片是 从27年的这个合影过来 正好这个后边 坐在毛泽东后边的人的这个胳膊 在中间的这个照片可以反映出来 所以知道这个中间的这个照片 是从这个合影过来 那右边的这个在莫斯科发行的 这个康乌山的这个像像呢 是做点加工 把后面的胳膊的那个部分取消 再好一点的 那就再做加工点的 就是右边的在莫斯科发行的 这个毛泽东的相片 所以这样相比较的话呢 就知道 这1927年的毛泽东的这个小小小小相片呢 就拿到莫斯科去 因为这个27年国共合作的时候 苏联是支持国共合作的 那个中国革命运动的最大的一个友谈 所以有人可能把这个国民党 和共产党合作熟悉的照片 拿到莫斯科去 那莫斯科呢 得到这个照片以后就分析 这是毛泽东 把毛泽东的部分扩大一点 加工点 就发表在他们的这个康乌山 这是在莫斯科 其他国家 这个法国和莫斯科的革命康乌山的 毛泽东的形象 那么这个 27年的毛泽东的像呢 现在 再加点 在做点加工以后 就发表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的 所谓的这个毛泽东的画状之类的东西 下面的这个照片是大家可能可能看过 或者是一般的照片说明是1927年的毛泽东 这个照片是和上面的这个照片 刚才的那个合影比较的话呢 就发现这个也是27年的照片 做点加工 再让它再好看一点 那么这个复制毛泽东的形象 就是刚才介绍的那样 在莫斯科就这样加工 厂商的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形象 按照这个中间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 在加工点 临摹的就是这幅这个毛泽东的相片 毛泽东的肖像 这个右边的可能大家没看过 应该没看过的 所以这个单独看 光看这个右边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 很多人可能认不出来是毛泽东 但这个下面的这个三张照片 把三张系列的看一下 就发现右边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 也是27年的这个合影演变过来的 演变过来的 那上面的是一个是刚才介绍的 斯维埃中国 就是介绍中国斯维埃运动的小册子 右边的这个斯维埃在中国 也是同样 193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个小册子 除了这些介绍中国革命的小册子以外呢 还出版过毛泽东的个人的传记 下面的是 这个也是在苏联莫斯科出版的一个 叫国外的一个刊物上 1934年11月份 发表的毛泽东的一个传的插图 插图肖像 这个肖像也是27年的照片来的 这个照片后来再重新印来一次 是在共产国际这样一个共产国际的一个机关刊物上 发表过毛泽东的个人的传 这是1936年 1936年发表的文章 《毛泽东传》里边 插图有这样的毛泽东的肖像 所以这样 光看这个一张一张的话呢 就有的时候 有点不像毛泽东 但是这样相比较的话呢 就发现 都是一系列的这个革命肖像的发展 特别值得我们注目的是 这个莫斯科发行的那个国外的一个毛泽东的肖像 和他的这个个人传 这些国外的这个毛泽东的形象 因为中国这个党史学界过去对国外的资料比较 研究的比较少一点 所以过去没有人研究过这些国外的毛泽东形象是怎么一回事的 去年是正值这个毛泽东当成120周年 出版了很多很多书 也很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 但是这些国外的毛泽东形象是怎么一回事 据我了解研究的一篇或者一部书都没有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可能是中国介绍的第一次的一个照片 特别是要注目的是 那个国外的那个现在那个点灭的那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在1934年 苏联的国外在那个杂志上发表的毛泽东略传 这部书这个个人传记有哪些价值呢 最大的价值在于他是在中国国外最早发表的毛泽东的个人传记 以前毛泽东在国外从来没有发表 就是没有人写过这个毛泽东的传 写这个个人传的是一个俄国学者叫艾伦堡 艾伦堡 艾伦堡是可能杨老师可能比较熟悉点 就是那个就在美国有一个潘佐夫研究这个中国革命史的一个专家 潘佐夫的这个外公就是那个艾伦堡 艾伦堡这个人是中国历史的专家 在牧师哥的大学和研究机关教过书 也来过中国 二十年代的中国的大革命时期 听说是来过中国 所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比较熟悉的俄国学者 他在1934年写了一个毛泽东的这样的传 这个这个传可能也在中国国内过去没有人注意过 因为潘佐夫教授把这个照片给我提供 经过我翻译以后 去年在中国共产 中共党史研究这样的康复上发表过 所以这个毛泽东的这个传 感兴趣的同学 那就比较那个请翻开那个去年 中共党史研究这个杂志的第十一期 这个文章只有一页半的这个分量 分量很少 写的内容也是比较粗一点 比较粗一点 比如毛泽东哪一年生也没有写好 没有写好 因为当时穆斯科没有人知道 毛泽东是哪一年出生 刚才就像这个共产国际的个人 档案介绍的那样 过去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是哪一年 但是这里已经产生了 我们所比较熟悉的毛泽东的那种 革命家的一个品质 他的这个为人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 已经写好了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伟大领袖 里边写着毛泽东在农民中间 他与农民一起站在斗争的中心 就反映出当时苏联或者穆斯科 对毛泽东的有哪些评价 我们可以这几个技术里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说当时苏联已经高度评价 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的品质 这个后来苏联有一个真理报这样的一个刊物 也发表过毛泽东的这个传记 但是那个真理报的传记也是根据这个 这个三四年的这个毛泽东略传来写的 所以这个毛泽东略传给后来的这个苏联发表的毛泽东传 起的作用是相当多相当大 我可以这么说 除了这个对毛泽东做农民运动的伟大领袖 做评价的同时 也引用着毛泽东的非常著名的革命报告 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内容 也原封不动的反映在这个传记里边 就是那一句这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虚画 这个很著名的那一句 已经引用在毛泽东的这个个人传记里边 这里的技术还有比较我们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描写的毛泽东是病落的革命 身体很很落 特别是这个患者这个肺病 肺病患者的毛泽东 形象已经写出来 而且这里的毛泽东是平农出身 平农出身 和刚才的那个共产国家的答案是不一致 当然是这样的一个宣传毛泽东 中国革命家的传里边 说出身是平农是更理想一点 当然虽然和这个现实是稍微有距离 但是还是平农出身的革命 才是一个革命家的一个很好的形象 那就是比如说里边的这个文章说的 尽管健康状况不假 毛泽东依然是签迪委员会的领导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从这些技术就可以知道 这个当时的摩斯科对毛泽东有比较高的这个评价 过去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毛泽东一直是受到 穆斯科或者共产国家的压制 毛泽东一直不满 但这看这些文章以后呢 就我们发现 穆斯科已经 这个相当高的这个 对毛泽东已经有了相当高的评价 并不是像过去手那样 一直压制着毛泽东 以及看不起毛泽东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杨老师已经也写过一个很好的研究 所以呢我这次发表这个发现的这个文件 也和杨老师的这个说法有一致的部分 有一致的部分 还有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下面的那个拿着雨伞的革命家的这个形象 从这个时候已经出现 说是手持雨之伞 农民风貌的 受高的年轻人 就是毛泽东的形象 我们一听 手拿雨伞的革命家的毛泽东 当然就想起 这幅这个毛泽东的画像 这是毛泽东 毛主席去安元的一个非常知名的 文革时期发表的毛泽东的肖像 这里的毛泽东是右手拿着雨伞 为什么这个毛主席去安元的毛主席拿着雨伞呢 有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画家跟当时的这个安元的老公园 老公人采访的时候 老公人说 当时青年时期的毛主席是穿着衬衫 拿着雨伞来安元 所以那个画家呢 根据这个老公园的说法 把毛泽东 让毛泽东拿着雨伞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 这个六七年时候的这个画家 或者他们的安元的老公人也好 他们没有看过这个四年发表的 那个三四年的毛泽东传 而且这个三四年写毛泽东传的 这个艾伦堡这个人 也从来没有去过二三年的这个安元 或者当时这个同一世纪的中国去 中国看毛泽东 他们也没看过 那写这部毛泽东略传的俄国人 为什么会有毛泽东所拿着雨伞这样的一个形象呢 这里我有一个解释 当时中国人是拿雨伞的民族 一般所谓军队士兵行军 是从来不带着什么雨伞 士兵不带雨伞行军 但是呢 中国的军队特别是军队 民国时期军队的军队是不一样 他们怕下雨 拿着雨伞 一下的雨就打雨伞行军 所以很多国外的专家 一般国外的这个军队 像包括日本军在内都看不起中国军队 就像这个小学的那个远族一样 根本不像这个所谓军队 所以看不起中国军队 这些中国人是拿着雨伞这样的一个形象 可能流传到国外 流传的比较广一点 日本人也有这样的印象 当然当时的这个苏联写毛泽东传的人 也有同一样一个印象 当然他把这个毛泽东写成拿着一个雨伞 不是这个贬义 不是贬义 艾伦宝可能认为 中国人是一般老百姓都是拿着雨伞 有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种先入观 所以让毛泽东拿着雨伞的一个革命家 描写这样的一个写法 那么现在就整理一下 在莫斯科在苏联 毛泽东形象是怎么样变化 就是再一次概括一下 从27年的照片开始 上面的是介绍中国革命的小册子里边的毛泽东的肖像 下面是毛泽东个人传里边的插子肖像 都是来源是27年的照片 或者根据这个照片来绘制的 临摹的 那刚才介绍的这个共产国籍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 是左边的这个肖像 是在共产国籍的这个肖像 在同一期的共产国籍这个杂志上 也同时看在了这个朱德的传 朱德的传 这个画家可能是一个人 一个人都是根据某种这个照片来绘画的 那左边的是毛泽东 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 从1927年的照片来的 那中间的这个朱德 大家看一下好像不是朱德 但是这个人确实是朱德 左边的照片是1922年 朱德从上海出样的时候 在上海拍的照片 那时候朱德是从上海出发 先到欧洲 在德国参加中国共产党 然后呢 再去穆斯科 在穆斯科的军事信念班 学习现在军事 有这样的经历的人 所以朱德在 向这个西方出发以前 在上海的照相馆 照相馆派了自己的照相 然后把这个照相 照片拿到穆斯科 穆斯科以后呢 把他自己的照片 提交给穆斯科的 像共产国籍这样的机关 保存下来的照片呢 后来朱德校像的人 所谋灵 结果就发表在 这个共产国籍的 这个康乌上的朱德 这样的一个插图了 所以这个左边的 当然是那个朱德呢 是这个蝴蝶解 蝴蝶解礼 但是这个莫斯科 抢身的这个肖像呢 因为是个蝴蝶解礼 是很不像革命家 所以变为这个一个 一个利林的一个 军事专的一个革命家 但是像迪迦的话呢 就发现这个两幅 这个相片原来是一样的 一个来源 那么我们看这个中间的这个朱德呢 和刚才的那个 我刚才介绍的日本人画的这个朱德 相比较的话 就发现 这确实是朱德 当然是 这个绘制的比较粗一点 比较 确实是粗裂一点 粗裂是粗裂 但是跟左边的这个两幅图片 相比较的话呢 可以毫无问的断定 那确实是朱德 朱德没错 那同样的事情 从毛泽东的这个肖像看来 是怎么 怎么就怎么样呢 相比较以后 我们发现 这个毛泽东的情况 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从左边的27年的毛泽东 发展成中间的这个毛泽东 是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毛泽东 为什么会弄成这样的一个大胖子 就是一个谜底 为什么会有了这样的一个 不可思议的一个变化 那就下面就我们探讨 为什么日本产生了 这样脱离实际的一个毛泽东像的一个情况 这个这里我们要考虑的是 我们包括我们 或者包括历史人物在内 人们不一定是 历史上不一定是根据正确的信息去行动的 有的时候 按照错误的信息 却持有错误的认识 进而按照错误的认识去判断的 去行动的 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比较多一点 那么那些错误的信息是怎么样发生的 比如说这里的这个毛泽东 这个大胖子的毛泽东 这个错误的信息是怎么样发生的 怎么样传播开来 最后怎么样被人们接受 探讨这一系列的过程也是 我们搞历史的人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个人是这样想 他就探讨一下 那毛泽东的形象在日本有哪些发展 有什么样的发展 哪些变化 我这里介绍几幅这个早期的毛泽东的相片 上面的是左边的是日本的报纸 时事新报在1933年发表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 右边的是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 也是自明的日本的自明的报纸 在1937年1月份发表的毛泽东的相片 很容易看出这两张照片都是来自27年的 这个毛泽东的刚才说的合影来的 除了这些来自27年照片的东西以外呢 日本还有经由莫斯科过来的毛泽东的相片 这个经由莫斯科的相片 就是那个刚才介绍的这里 这个四年曾经在1934年 出版的小册子上 有这样的一个毛泽东的肖像 这个肖像呢 经由莫斯科以后 回到日本来 产生了这两种同样的一个肖像 下面的是日本朝日新闻 在1936年11月发行的报刊上 发表的这个毛泽东的肖像 下面还有一张 完全是一样的一个毛泽东的相片 这个肖像是发表在哪个刊物呢 这里是要注意点 姿态小一点 姿态小一点 是在1936年6月份 在日本一个世界知识的一个杂志上 发表的文章《赤暴毛泽东传》 有这样的一个插图 写这个文章的这个作者是 晋诗真一郎 这是晋诗真一郎 是一个笔名 他的本来的名字是波多野千一 波多野千一 这个波多野千一是日本战前 比较著名的中共研究专家 他在1936年写的一篇 毛泽东传里面 做一个浮图 做一个插图 看在来自俄国的毛泽东的相片 当时这个毛泽东 是在斯诺的著作当中 是一个红星 后来在新中国红太阳 但是这时期的毛泽东 还不是什么红星红太阳 是一个赤暴 有这样的一个 一种外号 波多野写的这篇文章 内容是比较杂一点 有很多不认识的 不正确的技术 但是这个文章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他提及到两张 有关毛泽东的相片 相片 他说 至于他的照片 两年前看到的是瘦脸 全骨甚高 但最近目睹的却是圆脸 他说他看过两张毛泽东的照片 以前看到的是 长得比较瘦一点 最近看到的是比较胖一点 后面也说 根本不像非逼患者 这个非逼患者 是我刚才已经介绍了 当时已经有毛泽东 有健康 这个身体状况 不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相当普及 过去我记得是 大概是1930年吧 共产国际的这个刊物上 也发表过毛泽东的复告 他已经死了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息 也曾经发表过的 就是说毛泽东在1930年 因为得这个非疾和非病 在福建的前线去世 也曾经确实发表过 这样的一个复告 当然是这是个错误的报告 后来就毛泽东 是一直是很健康 但是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 毛泽东已经过去是非病患者 所以过去的非病患者 现在最近看到的照片当中 盘的留言简直好像公司经理 令人甚为惊讶 有这样的技术 那么这个中共专家 日本人的中共专家 波多爷签一 他们那里好像有两种 两张照片 过去照的和最近照的 我估计是这么一回事 波多爷在1936年 谈到的两张照片 一个是两年前看到的 是受联 全国甚高的 另一个是最近目睹的 是盘的留言 简直好像是公司经理 我觉得应该是 两年前看到的是这幅照片 是他作为一个插图 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面的 这个东西 那波多爷最近得到的盘的留言 好像公司经理的那个照片 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幅照片 这个波多爷前一 就是刚才 我像我所说的那样 是代表日本战前的 一个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 收集了很多很多 中国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材料 还值得要提的是他的经历 就是他在1935年以后 任外务省情报部的特约顾问 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他过去是研究专家 也当过这个报纸记者 但是35年以后 就担任了外务省情报部特约顾问 这个外务省的情报部不是别的 就是那篇这个周报的文章的作者 就是我刚才介绍的那个周报的那个 谈知那共产军的那个作者 就是这个情报部 那么 也可能 这个波多爷就是那篇文章的实际上的作者 1937年的这个谈知的共产军的这个作者 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波多爷这个人 那波多爷那里 我们可以说 有几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照片和肖像 至少可能有这三张 两张是毛泽东的 一个是两年前照的 一个是他自己得到的 另一个是朱德的这个肖像 从共产国籍这个刊物来的 那波多爷写这个周报的那个文章的时候 提供了自己的材料 那朱德呢 提供了这个 他手边有两种毛泽东的相片 他最后选择的 应该是这个 这样就 为什么周报 那个康上有这样 莫名其妙的这个两张照片 这个谜底是基本上是可以解开了 但是还留着不少问题 为什么 有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为什么这个波多爷那里有那么 莫名其妙的材料 有没有线索 有一个线索 其实这个周报发表的那个文章 除了两张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以外 还有一篇 还有一张照片 那就是红军炮兵的照片 这个外卫省情报部的那个康上 有这三张照片 那这个炮兵的照片哪里来 这是一个线索 这是一个线索 这个炮兵的照片呢 实际上有来源 去看一下 这是周报的那个 红军的炮兵的这个照片 有一个来源 就是这个 相比较 两张照片 是一个照片 是一样照片 那右边的这个照片 是哪里来的呢 是救国时报 可能研究过 中共当时的人 可能看过 或者听说过这个 报刊的名字 救国时报 是在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编辑 实际上在巴黎发行的刊物 五日刊 每一五天刊一次的一个定期刊物 实际上在莫斯科编辑 但是出版的时候 因为莫斯科 这个巴黎比莫斯科方便 在实际上在巴黎发表的 巴黎出版的一个 中共系统的 中共共产党系统的刊物 在1937年4月15号的那个报纸上 有这个红军炮兵的一部 这样的一个照片 相比较的话 日本周报的这个照片 是从这个巴黎的 救国时报来 是一目了 一目了 这个救国时报的照片 又是哪里来 这也是要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也是有来源 救国时报 当然虽然是 中国共产党自己办的刊物 但实际上 他们没有能够在 上北的红军做采访 这个照片是从这个照片来的 先比较一下 那也是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呢 就是斯诺拍的 在斯诺的这个红星照耀 中国的1938年的版本里 有这个照片 有这个照片 但是这个有一个矛盾 斯诺的出版 晚一点 救国时报的出版的早一点 有颠倒 不合逻辑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还是要看看 它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卡路 我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 斯诺在自己的这个著作出版以前 曾经把自己的照片发表在其他的这个定期卡路上 这个红军炮兵的这个照片 也是第一次发表在生活画报上 在1937年2月份发表 这样的话呢 就符合逻辑 斯诺首先在LIFE上发表 救国时报的编辑部 看了这个LIFE杂志上的这个照片 就引用了这个 转载了这个这个照片 所以呢 三个照片 这样 罗列一下 就发现 这个 LIFE上的这个泡兵的这个泡声 仔细地看一下 就长一点 比其他两张长一点 比其他两张 这个泡声 左边的那个泡声的部分 那就说明 救国时报转载的时候 这个左边的地方 这个把修掉 那救国时报的东西和这个日本周报的东西相比较的话呢 是证比例都一致 多一致 那么 这说明本来的这个原照片就是LIFE的 经过修建以后 就发表在这个巴黎的救国时报上 再后来日本的这个周报的编辑部 不知道是什么一回 是怎么用了什么途径 就找到了救国时报的东西 把这个照片拿到自己的刀上转载 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这样的一个讯息 那个救国时报这个报刊 转载的照片 只有 这个泡兵的照片呢 那不是的 其实像比较以后就发现 毛泽东的这个照片 也曾经由救国时报转载过 转载过 所以呢 就可以这样做一个推测 波多也就是给周报提供稿子和这个材料的日本中共党史专家 那里有几种照片 除了自己的这个资料库的自己的东西以外 他可能目睹过救国时报的一些照片 所以他在发表这个 在周报上发表文章的时候 把主打的东西 拿自己的东西提供给这个杂志 这个背景呢 还是有点要说明 这个斯诺他在上北采访的时候 住的正好不在上北 所以这个斯诺的制作当中 没有这个住的照片 所以这个波多也呢 就可能找不到这个住的照片 把自己的这个收藏库里的资料库里面的东西 拿出来给周报 那红军泡冰的东西呢 波多也自己的材料库里面 资料库里面可能没有 所以借用了来自救国时报的东西 那最后留下的问题是毛泽东 波多也最后选择的 就是这副毛泽东 不是别的 为什么这样 他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 其实这个据国时报 就像我刚才所解释的那样 也有毛泽东的这个 戴着八角帽的像象 也有这个周恩来骑着马的那个照片 也曾经都在据国时报看待过的 而波多也呢 恰恰把这两张没有用 没有在自己的这个住所当中 没有使用过 是怎么一回事 需要解释 需要解释 一种可能是波多也呢 是偶然的找到这个 刊东这个炮兵的那一期 其他的这个期刊 其他的期 其他的期号的那个救国时报 在波多也那里 没有 所以他没能用这个毛泽东 戴八角帽的照片 以及这个周恩来的这个照片 也可以这么 也可以这么这么这么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 那当然这里 这里的这个一系列的过程当中 存在着那个波多也的一种选择 如何传达中国所谓是非的形象 如果他们知道 中国时报 曾经有毛泽东的这两张照片 特意没有用 那就可以说明 波多也对这个两幅照片的作用 积极作用 做了否定的态度 不敢不敢不敢再用 不敢再用 因为产生了 对对日本人民 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不能不能传达这个 正面形象的这个革命家 但究竟是 为什么他没有 堪用这个救国时报的 这这这些来自这个 这个Live的这个照片呢 还是一个还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谜底 没有明确的 我还找不到这个明确的答案 好的 那就这里要再次介绍一下 再次整理一下这个 毛泽东形象的这个演变 左边的就是27年的毛泽东的照片 后来经过复制加工以后 发表在苏联和西方的革命刊物上 然后再复制 经过复制或者粘贴 就来到日本专家的收藏品 就是波多也的收藏品 当然除了这个来自西方 苏联西方的革命刊物上的东西外 有处处不明的这个胖子的肖像 胖子的肖像 哪里来是 意思还是搞不清楚 另一个系统是从斯诺过来的东西 斯诺拍摄的照片 在1936年拍摄的东西呢 后来在美国的LIFE杂志看载过 这个LIFE杂志上的这个相片呢 后来又由巴黎的聚国时报转载 这个转载的东西 后来又来到日本专家的收藏品 把这些来自不同的这个照片 集合在日本专家的收藏品以后 他把这个东西提供给日本政府发行的周报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斯诺拍摄的照片 终于在1927年秋天 或者1938年1月 作为一个单新本发表了 就是那个红星造谣中国 红星造谣中国 那红星造谣中国正式出版以后呢 是过去的这种 做种复杂的信息的流通 以及那种复杂性所带来的 不正确的信息呢 告了一段落 就我们就熟悉的那种 毛泽东形象的时代 就这样就开始 所以这些形象 或者这个印象的这个传播的过程 斯诺他的这个这部书的作用 是还是非常非常大 过去的复杂的局面结束了 这里从斯诺的著作开始 就开始我们所熟悉的 毛泽东的肖像的时代 也可以这样简整理 今天我讲的是比较简单 复杂 但是比较简单的故事 那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呢 日本当局 就是刚才介绍的日本的这个波多也签一 他使用了和毛泽东没有关系的照片 他的用意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呢 可以做两种解释 第一个解释是 如果日本当局 就是日本外交部的情报部 真的以为毛泽东是个大胖子 把那个胖子的照片 发表在他们的刊位的话呢 可以说日本发动的那次清华战争 是可以说是一场不知彼 不知己 每战必带的战争 这个抗日战争 就是日本的所谓 路过小事变 爆发不久 日本当时的这个陆军大臣 双善员这个人 向天保上座当保说 这个中国的这次的战争呢 一个月内一定会解决 他自信的有这句话 向天华保障 但后来的发展 当然大家都熟悉 一个月 打了一个月 一年三年五年 没有打好 最后没有打好 尽管不仅没有打好 最后就输给了中国 那根据日本当时军部 或者陆军 根据错误的认识 发动的那个战争 最后就以非常悲惨的形式结束 那起源也可以说 日本当时对自己的敌人 不大熟悉 没有缺乏了了解 那发动的战争 当然是败战 这是一个解释 那另外还有一个解释 可以这么说 如果是为了制造负面的形象 而做的舆论导想 就是他们当时 日本外交部的情报部 明明知道这不是毛泽东 但是特意把这个负面的 那些大盘子的毛泽东 介绍给日本国民 那他们的用意所在 那我们还是要考虑 也可以说 这是日本当时政府的一种 愚民政策 给老百姓提供一点不可靠 不正确的信息 来想到 就是所谓的民可使有之 不可使知之 这种态度 反映在毛泽东的相片上面 其实 日本外交当局发表的那个大盘子的毛泽东的那个肖像的时候 其实民间刊物已经专载过吗 这个斯诺的这个采访记 这是世界知识杂志 在1927年7月份 比刚才的周报早一个月 早一个月 发表的这个斯诺的这个采访录 这个世界知识这个杂志 就是那个以前出版赤报毛泽东传的那个刊物 所以我估计 外优省情报部的人 可能知道过或者读过这个刊物 因为是同一个刊物吧 一个人曾经写 在这个杂志上写过文章 后来这个文章转载了斯诺的采访记 也转载了毛泽东的小照片 斯诺的照片和赫子珍 就是那个左下面的 就是当时毛泽东的太太 赫子珍的照片 这幅照片 其实在周报 前一个月 在日本的报告上已经发表了 除了这个照片以外呢 还有一篇文章 也曾经介绍过毛泽东的这个 戴八角帽的相片 就是日本改造杂志 在1937年6月份 就是比周报还早两个月 已经发表了斯诺所拍摄的毛泽东的相片 这个改造杂志呢 它的发行量比刚才介绍的世界知识还要大 所以日本当时民间的有这样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杂志呢 已经发表了毛泽东的相片 但是日本的这个外交当局拒绝了这些真实的毛泽东的相片 特意可以说吧 特意把不真实的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相片 发表在他们的卡路上 那可以说这是一个一种为了制造负面形象而做的舆论导想 就是日本政府呢 可以说是用不正确的信息来迷惑日本的民众 也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这里要吸取哪些教训呢 当然是这个教训是也有肤浅的 也有深入的 这是比较肤浅的一个教训 我以为这些把不正确的信息 特意流传给日本国民的日本政府 我们还是要把它做一个前车之解 前车之解 比如现在我们日本和中国互相之间的了解 够不够 我还是个疑问 当然是各种媒体报道的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如果现在如今 我们真的理解林邦的情况吗 就是特别是非主流的那种事情的情况 我们有没有多大的了解 比如主流媒体报道的 主流的这个意识形态所发表的那种言论之外 还有哪些事情 中国日本双方有没有 有没有直过的这个认识 我还是觉得有点有点疑问 有点疑问 比如当时1936年37年那时候 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是非主流的一个政治势力 日本政府就看不到 也不想看到 就结果就发生的就是那次 那场很不幸的一个战争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真正的了解 邻国和邻国的这个邻国的实际情况 还是需要非主流的 当然是主流的这个东西 应该要好好的看 观察 但是非主流的东西 有哪些还是要仔细的 要深入的要探讨 有这样的一个必要 有这样的必要 那下面留下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回到这个人 究竟是谁 我曾经向几位中国史的专家 或者东亚史的专家问过 你看过这个人没有 这个人好像是中国人 也好像是蒙古人 所以我曾经向这个蒙古史的专家 也问了 他们回答说 有的这么说 是红异响 比较一下 有点像 有点像 但是没有切早证据 是两个是一 这个右面的照片是红异响 我不能打 我不能保证 我不能保证 另外一个解释是 这是一个外蒙第一任总理的 车林多尔基的一个相片 有人说 那个右边的这个大胖子 应该是参加莫斯科的革命活动的 一个外蒙的政治家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解释 但这个相比较 像是像一点 但是也可以说不像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几条比较模糊的线索 但是最后还不能确定 还没有这个明确的答案 究竟是右边的这个戴帽 戴礼帽的那个大胖子 究竟是谁 我没有没有明确的一个答案 所以如果大家 同学们 看过这个人 或者有哪些线索 就向我通知一下 就通知一下 可以共同解决一个历史的谜底 小谜底 小谜底 我没有看过斯诺的红星照料中国 但是因为上课的原因 我看过他不过人写的 海伦斯诺写的《在华回忆录》 然后当时老师要求的是 把他和斯图雷登的《在华五十年》 写给你们看 两本书给我很 什么的就是 海伦斯诺说的红星中国 但是他的回忆录里边 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 其实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在我看来 就是他写的是北京的 那些中国的人 特别他的无人 这些下层的人是 特别的钻营 特别的算计 特别的猥琐 然后上层的人是什么 精神萎靡不正等等 就我刚才一来的时候 就听见您说 红星照料中国给了您很大的 让您非常感动 给人民很大 其实那么您觉得 在您的那种生长环境中 您觉得 毛泽东给中国改变了什么 中国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毛泽东就代表了中国 什么样的改变呢 还有就是说 这个斯诺的这个 我一路难道就没有一种 跟中国的一种先见吗 还有就是 刚才说到的那个 1937年的那个 日本情报部的那个照片 那个形象差那么大 我想说的是 是他的抹黑呢 还是当时毛泽东 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 在日本情报界言语都不重要 也有可以这样解释 对 就是那个您刚才说的那个 青年时期的我 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这个 从斯诺这部书 受到很大的影响 还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当然是比如 我再晚一点看 比如说八九年 九十年 九一年左右 就是我当研究生 或者当大学教师以后 再看的话 可能受到的影响完全不一样 这里写的东西和现实的中国 完全不一样 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第一次读到是1982年 八三年左右 当然是文革结束不久 我对中国的理解是十分肤浅 连这个毛泽东做过哪些事情 包括文革时期的所谓在内 几乎不知道 因为我在日本乡下读的高中 对中国的这个情况 知道是知道一些 但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在读《红星照耀》 中国的第一个感想是 是第一次接触到中国革命的故事 所以比较思维也是比较简单 很容易感动 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读了那部书以后 我来到中国留学 在北大读过历史 再后来经过这个八九年 九十年 九一年 开始研究中共党史 重新读那部书 那就印象和过去第一次读的时候 还是不同 还是不同 所以可能很多 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人 也同一样的一个感受 他们起初认为 斯诺那部书就是真实的反映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一部经典好书 但是后来很多人都认为毛泽东 特别是晚年的毛泽东已经不是像斯诺过去写的那样的一个普世的人 而且中国的革命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 而且不能把这个斯诺的中国共产党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不能相当的看待 有这样的感想 所以现在我们读的这个 红旨造谣中国呢 越读越感觉 为什么这么不一样 就是我 是一种比较直率的一个我的感想 感觉 但是这部书在日本特别是战或日本取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很多人都是依靠着这个红旨造谣中国才理解 才同情 才支持中国 而且现在比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的呢 是过去日本战前的所谓的大学生 包括很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 都是所谓的左派 支持中国革命 当然支持毛泽东 对他们来说 红旨造谣中国就是一部经典 因为这个战后很长时间 我们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也不能理解 中国国内发生了哪些真实情况 所以只透过了这部书 认为自己对中国革命有把握了 有这样的感觉 这个周报的发行范围有多大 阅读人口有多少 没有仔细的详细的记录统计 我估计因为它是公开发行的刊物 但是因为是官方的东西 一般不大受欢迎 不大受欢迎 读者可能是很有限 现在也不知道是中国的情况怎么样 日本国内 日本政府也现在也还在发行着不少广告 广告之类的那个东西 但是一般群众是不大喜欢看 可能是这个类似情况也可能适合于过去的这个周报 这个看法上 这个红旨造谣中国的日益本的情况 这个红旨造谣中国是战前的话 是曾经发表过部分 一部分内容 特别是对毛泽东的采访 毛泽东的他自己谈的 他自己的前半生那一部分 在日本战前有不少报刊 发表过这个日益本 但是整整的那个中心造谣中国的发行 红旨造谣中国的内部署的这个权益 要等待战后 大概我看1946年或1947年才出版 但是这个在日本战后公开出版以前 日本的陆军参谋部 也曾经翻译过红旨造谣中国 在军部里边秘密发行 但是这个发行是范围是当然是当时的 所谓的内部里边 战后的出版工作 战前日本共产党几乎是不存在 因为日本共产党 日本政府对这些共产主义运动压制的太厉害了 所以战争期间 特别是抗日战争到日本败战这一段时期 几乎不存在着有组织的共产党的活动 这个还是要看日本读那些著作的人的年代 比如像我 比如我是63年出生的 这个毛泽东他去世的时候 我是在高中读书 几乎没有什么记忆 他去世的时候 日本或者我自己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毛泽东或者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革命 开始有点认识的是我在大学读书时候 那时候当然是受自己的老师的影响 自己的前辈的影响 或者比自己稍微年纪大的人的影响很大 那时候日本还保留着一种所谓毛主义的一个印象 特别是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界里面 所谓的毛主义左派 这个左派和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是另外一个回事 左是左 但是日本共产党是比较支持苏联的共产党 对中国的所谓发动文化革命的共产党 是有对立关系 所以日本左派的所谓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界 受到那种非共产党 非日共的左派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主要是在大学 读书刚开始的时候 受到的都是那种毛主义 非日共的那种左翼学者的影响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一点 但是这些老师们 像我的老师也是这样 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或者毛主义 中国革命的认识 在八九年那一年发生了急剧性的变化 很多人都不再相信过去 自己所相信的那种共产党的革命理想 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 而且还影响着现在我们日本学界的情况 有些人还是对过去自己所做的 或者对对立关系 对立立场的人所做的事情 还是心里有隔阂 心里有隔阂 不能简单的说这样说明 这也是谜底 这个Live杂志的东西 就像我刚才介绍的那样 有部分日本刊物已经转载了 为什么唯独中报或者日本外务省的情报部 没有看用过这个Live的这个照片 是一个谜底 有可能看过 但是特意回避了来自Live的这个正面的形象 日本官方政府外交部情报部那里 有几个考虑 首先是要警惕着 那个要怎么 在当时的日本舆论界 整个舆论界呢 共产党或者左派 四个一个很坏的 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存在 所以日本政府比如说是禁止发行 红星照料 中国内部书在日本没有日益本 但是没有日益本 被禁止发行 主要是看斯罗所传达的那种正面的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呢 不能在日本国内传开 所以禁止发行那种来自斯罗的那个正面信息 同样的这个考虑呢 还是要适应于这个来自Live的那个正面的这个形象 正面的形象 这个就是对待毛泽东 对待好的那种照片呢 在日本国内还是要禁止发行 不能传开 这是日本当时当局的一种控制舆论的一种选择 民间当然也有一些这些活动 不能全面控制的那种 在控制住 当时1937年的时候 还是不能全面的控制住 但是他们自己办的考虑上 千万不能这样 按照民间那样 把正面的东西自己来传达 所以也可以说 当时日本这个外交部的信息的收集能力没有民间好 也可以这么这么解释 但是但是也是 确实是很奇怪的 奇怪的 所以这个日本那时候的桌报 为什么选用了那三种照片 还是一个谜底 我今天介绍的就是 这是比较肤浅的一个解释